周伟成坎30分,大专题总提供 记者卓家平桃园报道 国体大今天在大专篮球联赛公开南一组八强复赛 面对北市大学一度双位数落后 下半场开始苏醒 第三阶紧让对方拿7分 中场以83比78逆转 目前战机三胜二负卡在老四位置 队长周伟成功下全队最高30分 包含四季三分球 外带六篮板与四助攻 国体大上半场有12分差 一篮前追成两分差 中场过后打出一波22比4攻势 最多逆转到20分领先 在莫杰轮到替补上阵时 国体大再度出现乱流 最后星发再度上场 稳住阵脚 但第四节总共让对方轰下32分 赛后教练桑茂森表示 球员很拼了 逆转关键在于防守 先压制对手 但莫杰队胜利有点尽相勤劝 替补球员太客气 大多传球不出手 发生太多传球失误 队长周伟成表示 在场下时不断鼓励学地 不要急 要控制节奏 附在剩下两场比赛 希望跟队友们一起拿下来 国体大王博制作 大专题总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